接觸武術 應該從他拜詠春的師傅 葉敏開始講起 後來李小龍自創了節權道 究竟詠春對李小龍的節權道 有沒有一定的啟發呢? 這些多不少都會有 後人評論詠春有句說話 喜於鹽詠春 顯於梁棧 勝於葉敏 揚名於李小龍 我也有訪問過 李小龍的師兄王順良師傅 不如我們一齊聽聽黃師傅 對李小龍有甚麼看法呢? 師傅 你就是李小龍的師兄 當時李小龍學詠春 是幾歲開始學的? 他那時還在拍 海菇熊 應該十六七歲 當時你們的師傅 葉敏師傅 是怎樣修李小龍為徒的? 李小龍 葉敏是這樣的 他教功夫都是介紹的 一個大一個的 當日我有一個師弟 這個師弟都幾百研 小龍也都相當百研 他們兩個走一堆 他就由他帶他去研文學 但是有一次他看過我和人比武 他見到一個這麼小的 和一個這麼大的打 而他的效果也這麼好 以後他就很勤勵很勤勵 他練得比較任何一個都勤勵 黃師傅 李小龍後來從美國回來 在九龍堂的住宅 就和你研究功夫 達十二小時那麼久 其實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當時我和他所談論是他所創的截拳道 大家所談的十二小時都是觀點上的問題 當時他的太太Linda和我老婆都在門外 都不讓進來 當然在中間的階段 大家有些爭執的時間 小筆臉大家會起來又試 試完坐下又談過又試 陸陸續續做很多 我始終覺得他教他徒弟的時間 是空白了一個階段 其實練舞好像上樓梯一樣 一級一級上 當然李小龍上到最高的那級 譬如在他階段到最高的那級 而在中間沒有了幾級 他很難能夠帶引到那個徒弟上去那裡 他的生活已經在學校又在片場生活 所以他的生活和一般的小孩子 都是有點不同 很興奮 但是跟他相處下了 就覺得他人很有趣味 家裡已經是做漁劇的 是一個戲劇的世家 他過往小的時候 是一個trouble maker 他是他爸爸恐慮過去的 亦都因為他本身是美籍 所以他就在美國過去三華士讀書 你是何時離開香港的呢? 1959年 當時我18歲 他過去的時間 初初初並不是教拳術的 因為當時他練琴的時間不是很長 他只不過跟我練了一年半多些 不過他也比較勤力 我記得他初過去是教跳舞的 是教叉叉的 現在有機會給他路兩手的時間 你知道很多外國人都想跟他學 那時候他就開始教詠春 詠春是中國功夫的其中一個門派 他跟其他功夫不同的地方 提精簡實際直接了當 後來在他研究發展他自己的一套功夫體系的時候 亦都套用了很多詠春拳的招式 李小龍呢 就經常跟我說 可不可以只是教我 不教他們 李小龍 這件事都比較來說 算是自私一些的 但當時我就不肯答應他 我說大家兄弟 他們肯上來練應該是一件好事 我沒理由拒絕他們 他見到我不肯的時間 另外他自己想他的辦法 每一次要放學 他就先過其餘同學來我家 但他就不進來 那時候我住在黃岳那裡 他看到同學來了 他就在我家下回去 那時候我住三樓 下回去就跟同學說 梁哥不在家 我們走吧 結果他送我同學上車 他自己一個人走回頭 所以每一次我都只教給一哥 這個小孩有時候 已可以證明 是相當聰明的一個小孩 我拿了一個屍體出來 他有一塊布布蓋住 我掀了一塊布布 掀到他這裏 他兩隻手這樣靠腳 放在那裏 還有掀到他腳的位置 他的腳趾還抽著 好像整身抽筋一樣 他的肌肉都漲了 我懷疑他臨死的時候 是有抽過筋 因為我所知 他小時候有陽簡症 所以一般叫做發陽雕 他小時候有這種病 他小時候有這種病 感谢观看